好了,何鷹回香港 我一回香港就立即是看這場賽事 就是利物浦對車路士 基本上一回香港,我就什麼東西都不做 第一時間就開一場重播來看 未講一場賽事之前 我首先要祝大家繼續裁員滾滾來 不過看來這場賽事,大家如果相信我買車路士的話 需要問迪亞高、哥斯達或乾地拿些錢 因為實在整場賽事 如果你要聽完何鷹再買車路士來說 事實上是應該贏錢的 但問題是哥斯達就射失了一個十二碼 那十二碼基本上可以先說 他射得不漂亮 射完之後,他還要舉個手指弓給米羅列 好心理的 掉到地上就拿回紮沙 說龍門厲害 其實你自己射得不頑 射完之後就拿回紮沙 其實呢 如果講到哥斯達那一部分 其實有個問題是什麼呢 雖然你一直罵情緒 跟球會,跟這個訓練員 跟這個體能教練吵架 就是跟這個射十二碼呢 就好像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問題就是你糟糕呢 那人家就會說 好心理啦,哥斯達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啦 你又不是真的走到 是吧 你又不是真的可以走到 那你在那裡搞 那你又搞來搞去 搞一下搞到你 就不專心啦 不專心做菜 就射十二碼 雖然他整場賽事 不是說表現得很差而已 但問題就是 你一這樣 就被人家說了 好心他真的是 我對他一向 印象都是一般的 即入球能力呢 他無可置疑 但他搞成這樣 始終一定會被人救病 但我是沒有買啦 當然我經常都在說 我是猜球 我是不買球的 但問題就是 我是猜車路士的嘛 你搞到車路士贏不了 我當然又說你了 是不是 即是很簡單 好啦 整場賽事大家都知道了 1比1 兩隊其實都失了兩分 但問題就是 車路士那兩分就沒有那麼寶貴 利物浦那兩分就比較寶貴 即利物浦是蝕少少的 現在形勢上 車路士叫沒有壞的 但利物浦呢 就一直都還未打開勝利之門的 近這五場賽事 但一開球呢 其實呢 我首先都要贊一贊高普 即雖然呢 這場賽事在結構性上面呢 其實利物浦要贏球的機會呢 實在真是很微很微 只有5%我都講過了 但問題就是說 高普扭盡6人 好啦 那怎麽為之高普扭盡6人呢 你見到那場賽事呢 其實高普都不是傻子來的 他其實都會猜到何榮想的東西 他知道在結構性上面 其實是很下風的 那場賽事呢 其實他一開球呢 他那個是佈陣的方式呢 很明顯啊 就是拖慢個進攻的節奏 那就跟這個車路士 就拉慢一點點 那基本上這個做法呢 是成功的 那但問題就是說 你控球在腳 另一個好處呢 就是都可以省一點力 因為他們的賽程是比較密的 那這兩個是 佈置上面呢 其實都是好的 Gande這個高普呢 是處理得不錯的 那最後啦 還有一部分的就是 即使你不停控球在腳 車路士的反擊都是銳利的 那他們用了什麽方法呢 去處理車路士的反擊呢 就是它是用一個 Hard Tackle的做法 就是說呢 是用一個比較體力化 比較矛盈一點點 難聽這些講句 好聽這些講句呢 就是比較多些用身位 多些用硬正的方式 去停下車路士的反擊 那基本上呢 好幾次我們見到 夏薩特啊 他們都是被人踢的 那其中呢 上半場呢 塞佛球那個球呢 其實都是呢 是一個踢低夏薩特的方法 去停下車路士他那邊的反擊 那基本上呢 上半場的領導車路士呢 是沒有反擊機會的 那利物浦也都呢 是控制著那個控球 那問題我都講過了 沒有了沙特奧文在前面呢 沒有人闖關 沒有人插入禁區呢 他們是不會打到 去對方的禁區的 也都不會有入球的 其實具體的講句呢 利物浦上半場 入球的機會 基本上是沒有啦 那但是他也都想抵消了 車路士入球的機會 其實上半場呢 高普的算盤 就是0比0 他入根醫室的 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 人算不如天算啊 雖然高普已經算得很盡的了 但是就算了 自己的龍門就很頑 那這球球呢 就是有趣的 其實呢 我覺得啦 高普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呢 就是用這個硬正的tackle 去停車路士的反擊 那所以我們呢 是有機會失一些罰球的 那每一次失罰球呢 就麻煩你米羅列 就提多一點自己的後衛呢 就是聰明一點 不要失罰球 那我們希望呢 就0比0 就進入悲失的 其實呢 基本上應該高普 是有這樣同過這個米羅列講的 那米羅列就執行咯 他就是度完人場之後 就衝去看著後衛 喂聰明一點啊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他竟然呢 就沒有望到呢 就是這個卡頓堡已經出了計 而且呢 就這個是大衛律師已經射了過來 那有人說了 其實都沒關係的 大衛律師的球呢 根本就沒有得救 但問題就是說呢 你始終都是逐漏了一樣東西 就是你真是沒有望實 就是真是 最有危險的那樣東西就是那個球 最危險的那樣東西就是那個球 就不是 暫時就不是那些人 那還有一樣東西的 就是 就是要讚一讚 這個呢 是爆炸頭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一路呢 其實都是在那個球的後面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射的 可能呢 他都會走過去和威利安 聊一下 各樣那樣 但問題就是說 他是一路有盯著龍門 那龍門他又真的看得到 為什麼麗羅列不看我們呢 就是看著他自己的左邊 那些防守球員 或者對方的人群裏面呢 那我就射了 那他又射得挺漂亮的 那這球球當然是要彈 應該麗羅列不知道做什麼鬼 你執行教練叫你 押罵些後衛都好 那你都要看下球的 那也都要讚這個呢 就是大衛律師 射這個球呢 是很乖巧的 那當然我們以往都知道 他是射這些球是很厲害的啦 一世世界杯多 對哥倫比亞球球 那不用說 那上半場叫1比0 我都覺得 咦 如果以形勢來說呢 基本上車路士領先呢 只是打反擊這場賽事 應該車路士可以贏 那我還以為呢 很穩陣地幫大家呢 是發過新年財的了已經 那去到下半場 其實呢 去到下半場呢 就車路士的反擊就越打越漂亮的 那夏薩特呢 就轉了很多機會出來的 他幫車路士呢 是轉了一些呢 是半機會成為了一些呢 是真是機會的波出來的 那去到這個是60多分鐘 其實夏薩特 基本上我看呢 都應該是 沒有因為上半場那個受傷呢 而出事的啦 而受傷 或者要退下火線的 但是問題就是 高普呢 要拿起它的 那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問題啦 大家可以問高普拿 不好意思 問這個乾地 就是乾地拿起它 為什麼可以問乾地拿回錢呢 就是 如果你不拿起它 而它也是可以有多機會 可以幫到車路士 而且其實它也沒有受傷 狀態也是好 體力也不是說有太大的問題 為什麼要拿起它呢 那這個我不明白 那第二啦 就是如果你不拿起它呢 它十二碼就是它射的了 那我不敢說夏薩特一定射入 那但是問題就是 夏薩特一向都是車路士的十二碼 劊子手 那這個就是事實 那基本上呢 就是 在那裡就是發生了這件事啦 那但是問題就是 另一個呢 這場賽事呢 表現得一般的就是 莫世史 雖然它幫到進攻 它幫到進攻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兩三次呢 那個球呢 打過來它那邊呢 它都是按摩摩的 就是它都是 它都是沒有什麼人的 它都是站在一個空位那裡 又不管了 就抱一些球員 那軒達臣就聰明了 它見到那個位 它三番四次刺下去 好像熱刺那樣 那就是刺了下去 就形成了一比一的 那就是摩西斯的 什麼位的問題上面 就出了問題 那摩西斯其實 至於連三個都有問題 其實乾地呢 是要想一想那個位的 想一想摩西斯那個位的 那我就把這個問題 留給乾地處理啦 我真的不多說了 其實摩西斯 我一直都說的 它的問題是有在 那繼而呢 去到十二碼那裡 其實都講過了 十二碼那裡 那個問題大家都很清楚 都講過了 好了 那之後呢 去到尾聲呢 其實就整個形勢 就在車路士那裡 那理由就應該就是 利物浦 因為體力上面它是不計的 那加上它 就是由上半場開始 它都是踢體力化的足球 用體力 和用操野的方法去對車路士 那它也都呢 是有它自己的代價 就是去到尾段 他們的體能 是一定是有問題的 那去到最後 其實車路士具體 都有機會是再贏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就是對於車路士來講 其實領先著呢 拿一分不是頑皮的 所以他們也都不會說 賭得那麼盡 那去到最後一比一了 那其實呢 就合理一點應該是 車路士贏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就輸了錢了 如果真的買車路士的話 那就是那句 你運回這個哥斯達 和運回這個 是乾地拿回錢 好了 最後祝大家 新年進步 繼續是波運亨通的 那何鷹呢 今天之後 會開始繼續做回節目的了